每個週末的環保日 上海方寶家院社區 都會特別熱鬧 住戶從家裡 帶著各種回收物下樓分類 老人家們也把剪垃圾當作健身 小區裡乾乾淨淨 對我們老百姓固有好處的 還已經乾淨了 身體健康了 是吧 保護地球啊 為什麼要保護地球 因為我們身上的地球 他們總要保護地球啊 社區裡這樣的環保行動 已經落實了半年 幕後的推手就是住戶 同時也是慈濟志工張日晴 從一開始做到後來撿 就是堅持了好長時間以後 他們覺得就是 時間上真的有好人了 所以他們也是很 就是很給我收大拇指 只要我一下樓 穿著這個白褲子下來 他們就說做好事的來了 張日晴的堅持和行動力 很快就得到社區住戶的認同 如今不少爺爺奶奶 都是清潔隊伍的一員 這個是朱祁林 他就是真的是很好的一個 就是我的幫助手 真的 平時我不在都拜託他 過年我回老家了 就是他幫我在弄 除了整理社區環境 志工還帶動住戶做分類和減肅 老人家的鑽鑽叮嚀 希望眾人都能在生活中實踐 具體幫地球降溫減碳 大家新聞真聰明志工 吳敬廟被捐 上海報導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